把前任否定的一套糊涂 那对自己极大的不尊重 凡是一个人把前面说的一套糊涂 那还没有进入 还不具备真正谈恋的能力 吸引力这个东西 首先是就是自己爱自己 因为女生绝对不会喜欢一个 没有自信心的男生 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 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 是很难改变的 生活中有时候需要一点完美主义 谈恋爱的时候尤其需要完美主义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 在一线 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村子 正好因为那个小编 也收集了不少网友们的问题 然后前段时间一直也没有时间 去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分享 那今天正好有这样的一个 不一样的心情 所以我也想接这个时光 然后一起跟大家来交流 这个问题就 他没有一个完美答案的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他相貌不太满意 还是个大个道的话 那就赶快分了 也就是说明过不去 就是你抓不住生活的真正的幸福在哪里 幸福在哪里 因为容颜 你自己想想 男朋友你觉得不好看 你那个现在觉得自己漂亮 但是再过十年 是不是轮到他来嫌你这个容颜衰退了 就像柏拉图写的那个爱情诗 我把苹果丢给你 如果你不接受 也请你想一想 你的容颜就像苹果一样 就要中将衰退 所以这种问题不是他爱情里面的一个主要问题 所以这是个相对性的 就像你 人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呢 二指珍惜 所以就是说你到 其实因为你要一个什么人 不是要他这张脸或者什么身材 当然也是一个因素之一 在归根到底是 你通过跟这个人在一起 是你到底爱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最根本的 这个人他热爱什么生活 同时呢他又在建设什么生活 你跟他是不是 是不是能够活在这么一个生活世界里面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呢不是一个技术性的 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人活得要专心 例如生活中有时候需要一点完美主义 谭林二的时候尤其需要完美主义 这个完美不是说在颜值上完美 今天上完美 而是说在这个情感上完美 然后两个人专心致志的 一起去建设一个温暖的 那这个两人固有的 独有的一个生活 就是说那个共有 独有它肯定是 是何而为一的 何而为一的 这方面呢 就从我感觉上 可能情况是多样的 其实这个比如这个男朋友如果他跟前任怎么怎么样 你可以看看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里面在方方面面是不是八面流水 是不是走一个街上一会想想这个 一会想想在那儿 一会弄到手机一会看看什么 就很多人在可以发现在这个世界上连走路都走不好 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比较多元 比较分散 很多人在流动中 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过什么 我觉得背后的问题在这里 如果知道自己这辈子应该怎么过 要做件什么事 过一个什么生活 那他就一切就有序了 一切就知道该轻重缓急 什么是核心 什么什么 该剪裁 就是说生活就跟摄影在这方面是一个道理 就是选择和剪裁 就有的人他什么都感兴趣 什么都忙忙人 所以他生活就没法聚焦 这个焦点啊 就是焦屏面不清楚 不清楚 我觉得这种可能这种男孩子心呢 有时候不一定就是真的有什么大问题 发现了不一定 各种可能都有 但其中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他还是没有真正的把生活的调教调好 没有把那个焦点真正的集中起来 集中起来 没有忘掉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因为因为特别是初恋的 一些特别黄金时刻 特别是难忘难忘时光 这个是好 我一直说有问 分手就在这个道理上 其实你生命是连续的 你没有前面那个 你没有后面这个 就算你生活的体会是不一样的 你也一定要把前人跟他一起走 一定想得非常好 然后非常好都没保住 肯定是自己有很大的 生命没经验有很多问题了 那么越发惊喜现在这个 所以我们说以前都说嘛 都说这个一个女孩子总是送走了最好的钱男友 帮别人训练好了送给别人去了 自己磨练了他 当时又做又小心自己什么 最后把他磨得非常的有质量了 然后是跟别人过去了 爱跟别人过去了 所以这时候呢就说 就说我是不太喜欢一个人把前任否定的一套糊涂 那个对自己极大的不尊重 而且后面的生活肯定就不会获得成长 因为你不会学会珍惜啊 你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前面错过了什么 哪里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爱情这个其实有个最基本的特点 爱情是这个世界上脑回路最长的事情 往往是都过去了七八年了 五六年了 哎呀才知道那个时候多么的难得和珍惜 刚分手更不知道 还横得牙咬得要紧紧的 到这后面慢慢慢慢才知道 多么的不容易 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这时候呢 你不可能去把前面再去重复一下 所以这时候就要越发珍惜当下的 越发珍惜当下的 然后呢一起把现在的 嗯 然后我就非常提倡 恋人之间 一起聊天的时候 专门有一些时光 好好夸一夸自己的 前男友前女友 互相夸 哎呀 说说我的女孩子可以讲理我的前男友多么好 如何说你男弟可以讲理我的前女友多么好 然后两个人呢 就可以有一种坦诚交流 然后有一种珍惜 然后更加珍惜 能够到这个程度呢 就现在这一对就特别好了 比如说 就显得在爱情上就像个大人了 嗯就像一个能够真正的去谈恋爱的人了 凡是一个人把前面说的一塌糊涂 还不具备真正谈恋爱的能力 这很好 但是我们看到我 一般有的人跟我来自问我 以前我的学生啊朋友啊 他想跟前男友前女友复合 但是我也会提醒 就说你可能现在一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 或者说新的又是让人失望 你可能觉得还是那个好 但是呢 就说因为他的一些你觉得不能适应的东西 你跟他分到了 这个东西将来会不会还继续 走在一起以后 他又又会有这个问题还在 那么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要复合的话 就是双方之间的期待 双方之间的感觉 或者双方之间的这种看法 是不是有改变 是不是有改变 所以这里面可能是需要去体会的 但我一般的时候我是主张不要复合 不要复合 因为这个说到底吧 难得已经分掉了 赶快找个新的 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还要回头再去重复一下 也是 因为这里面可能让你失望的概率也不小 风险也不低 那么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第二个呢 就说你 因为你在生活经历这种分手之后啊 经历后面的时光里面 你可能也有变化 也有很多积累 然后这时候跟你能对应的人 可能也是有变化的 但是你可能觉得习惯了原来 有恋爱对象的 有男朋友女朋友的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你缺了一个 你就会放大了以前 在一起的那种好感觉 但实际上你现在最需要学会的是单身了 学会一个人享受这个一个人的时光 所以这时候呢 据说你如果你在这个时期里面 你有新的一个人的情感 内在的内心情感的生长 然后可能你后面会有特别好的相遇 你贸然去复合 哎呀就给取消了自己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了 是的 这个呢 就说吸引力这个东西啊 首先是 就是自己爱自己 比如说是个男生的话 男生他如果把这个心态 谈恋爱肯定谈不好 因为女生绝对不会喜欢一个 没有自信心的男生 那就气就别了一截 我觉得在天赖这个环境上 特别要强调天生我才必有用 那可能就是你不是我的菜 我不是你的菜了 只不过是这回事而已 这谁一定要对自己满意 嗯 自己满意 就说觉得你不满意我 你觉得我们吸引力 那是你眼睛不对 嗯 就是这样的话就好玩了 就好玩了 嗯 这是 就是女生呢 如果觉得自己 缺乏这个吸引力呢 所以这个问题呢 不太大 我觉得不太大 这个因为男生呢 他不吸引力问题 男生面对女生就这样的 吸引力是分享不出来的 他喜欢你就喜欢你 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你 嗯 是很难改变的 嗯 其实马克思为什么可以说 一个男人爱不爱一个女人 当然他说的是一个人爱不爱另外一个人 第一眼就决定了 这我觉得特别适合男生 特别男生 男生看到一个女生 哎 然后觉得哎 心里一下子 嗯 一动或者一怎么样 有的人他 你再怎么努力 他也不动 他也不会觉得你 是跟自己有什么 他是男生有这个普遍的特点 普遍特点 所以呢你就不要去 不要去焦虑那个 不要去焦虑那个吸引力了 焦虑也没用啊 就是一定是把自己 跟那个男生的道理一样 一定是要遇到 人家 你第一眼就感觉到你非常让人心动的那个人啊 这样是有一个非常自然的态度啊 现在就是生活精神水精神质量提高了 嗯 提高以后呢 一个人过的呢就有自有味的啊 嗯 所以今天这代人有一部分人选择一个人的话 其实也是对民族的贡献 就是说一个新生活的尝试 是吧 嗯 建立起一个 我们说一直说中国人以前过群体生活 交通生活 对 缺乏个人啊 现在他就真正的在个人生活啊 嗯 也是一种他会衍生出来很多价值的 嗯 很多艺术啊 电影啊 绘画啊 文学啊 小剧场啊 他会产生相互之间会新的聚集 嗯 然后个体的表达也会有新的呼应啊 嗯 他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一种文化 但他不他不可能是主流 嗯 但是呢 他会使我们中国文化的结构里面 会出现一支新的一种力量 给这个社会多一种选择 嗯 但是这批人呢 我是相信现在很多独生主义者 可能到了这个四五十岁 或者四五十五岁以后 逐渐有很多人会走到一起 嗯 会走到一起 真的 他那时候对社会的理解不一样啊 嗯 但是他充满了成长性 找到不合适的人 就是一加一大于无限的麻烦 找到合适的人一加一加在一起 是无限的开心和幸福 好 所以今天呢 已经跟大家一起 嗯 分享这么长时间 你看外面 天色都黑了 但是心情的特别高兴 嗯 我们想大家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共同体 大家对生活都有共同的渴望 嗯 我们可能相聚的时候 嗯 也需要不同的 这样一种契机和场景 所以不知道大家啊 嗯 以后还想跟大家有很多很多分享 那么大家呢 比如说 你们熟悉的好地方 因为我来到这里一下子激发出了很多新感觉 那么比如说上海 你们有没有特别让你们心里觉得特别快乐的地方 或者是让你坐在那里能够发呆的地方 嗯 嗯 或者说 坐在那里 会让你经常回忆的地方 那么也欢迎大家推荐 然后期待大家一起来共同打造我们新的青年文化空间 导致我们这个社会新的公共空间 导致想到这里 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我们的聊天 那么就可以一键三连 好 我是梁永安 嗯 嗯 非常渴望和大家同中共济 一起做新世代的旅行者 谢谢大家